世界上有这么一种鱼 是让你吃了之后 绝对不想再吃第二次 更恐怖的是 吃完后的几天 让你直接化身喷射战士 在厕所里拉到脱水 而它就是有着 鸡老快乐鱼称号的鱿鱼 如果说飞鱼罐头 带给人的是精神上的污染 那么鱿鱼 绝对就是对生理 带来致命的打击 近些年来 随着越来越多美食博主的出现 鱿鱼也和飞鱼罐头一样 被列为奇葩整股食物的首选 相比于飞鱼罐头来说 鱿鱼的口感其实不算太差 作为深海鱼的一种 鱿鱼体内富含油脂 因此味道绵软香甜 吃过的人都表示 和鱿鱼的口感相差不大 同时价格还比鱿鱼便宜不少 也正是鱿鱼这个原因 有一些不良商家便动了歪心思 将鱿鱼冒充为鱿鱼 端上了大家的餐桌 也正是因为如此 让一些务实的顾客 在心中留下了对鱿鱼一生的阴影 那么人吃下鱿鱼后 究竟有多恐怖 鱿鱼又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威力呢 鱿鱼是吉林蛇青和一林蛇青的通称 它还有防鱿鱼 原鱿鱼的别称 属于深海鱼的一种 长期的深海活动 让它的鱼镖开始退化 而鱼镖退化后浮力就会变差 它便进化出 一身厚厚的天然油脂 来优化自己 由于这一身厚厚的油脂 可以占到体重的40%左右 也就是说 如果一条鱿鱼有100斤 那么光它身上的油脂 就可以达到40斤左右 可以说是深海中的天然油物了 而鱿鱼吃完后 之所以让人不由自主地屁股漏油 就是因为身体中的这些油脂 在我们人体内含量最多的脂类 为干油三脂 而鱿鱼体内含油三脂 却不能被我们的人体吸收 在人们吃了这些鱿鱼后 无法消化的腊脂就会被排出 再加上这个腊脂的润滑效果 实在是太好了 无论人们的扩鱼肌怎么用力 就是阻止不了它们的排出 于是便造成了人体 不自觉排油的尴尬场面 既然鱿鱼对人体伤害如此之大 为什么市面上还有买卖鱿鱼的情况呢 我们接着往下看 如果你长期便秘 又不想通过药物进行治疗 那么你可以尝试食用这种鱼 保证你分分钟化身喷射战士 人生在无便秘烦恼 由于这种人吃了 便会屁股漏油三天 不再尝试了 但为什么如今的商场内 还是随处都可以看到鱿鱼的身影呢 答案就是好吃 鱿鱼因为体内富含油脂 因此肉质绵密口感丰富 再加上价格便宜 吃货们自然是不想放弃 再加上食用后 给人带来的后果实在是令人难忘 一传十十传百 许多没有吃过的人 因为好奇 便想买回家 自己尝试一下 也是十分的投铁了 还有一些吃货 坚持认为不是鱿鱼的问题 而是烹饪手法不对 毕竟泱泱大国人才积极 做菜的手法丰富多样 难道还搞不定一条鱼了吗 但是 无论是油炸 还是清蒸 易或者是烧烤 都没能消除鱿鱼带来的伤害 反而在食用完之后 更加速了肠胃的运动 刚吃进去 身体便迫不及待的 想要将这些油脂排出体外 快速跑去厕所的命运 虽然由于 有很强大的润滑肠胃作用 但这也并不意味着 我们真的 就要用它来解决便秘 毕竟排出体外的油脂 都是人体消化不了的物质 对我们的身体 还是有一定的伤害 所以 能不吃 还是尽量不要吃 如果不小心误食 也不要太过担心 一般来说 身体在两三天内 就会将这些油脂 尽数排出体外 但是如果遇到一些 特殊的情况 身体实在是不舒服 还是要尽快就医才好 而一些不良商家 也正是看中了 由于这种 不会给人体 带来严重伤害的特点 便开始投机取巧 将油鱼冒牌成雪鱼 进行销售 坑害了不少消费者 那么 我们在购买雪鱼时 又该如何避免 错买成油鱼呢 吃完后 让人化身喷射战士的鱼 因其外貌与雪鱼相似 便有无数商家 以假乱针 坑害消费者 那么 我们又该如何区分 雪鱼和鱿鱼呢 首先从外形上进行区分 如果是整条的鱼 可以先从鱼鳞进行观察 雪鱼的鱼鳞较小 且分布均匀 鳞片也较为锋利 摸上去 像针刺一样 而鱿鱼就没有这种特征 第二 看肉质 现在市面上卖的雪鱼 很多都是冷冻切片 因此没有鱼鳞 这个时候就可以看鱼肉的肉质 横切面大的是 最后 最主要 雪鱼因为是宾威物种 再加上原产地不在中国 因此价格较为昂贵 而相比之下鱿鱼的价格就便宜很多 因此 如果遇到价格很便宜的雪鱼 一定要谨慎购买 但即便是有很多辨别的办法 每年还是有很多 务实鱿鱼的事件发生 为了从根源上杜绝事情的发生 欧美等多个国家 已经将鱿鱼列为禁售黑名单了 而欧盟则规定 售卖鱿鱼时 必须在包装上做出提醒 但对于我国来说 目前并没有关于鱿鱼的相关禁售规定 因此也是 鱿鱼对人体伤害如此之大 那么它的鱿鱼真的一无是处吗 其实也不是 目前鱿鱼的鱿鱼主要会经过工业提炼后 作为润滑剂来使用 视频的最后 在这里 还是要提醒大家 千万不要因为好奇 就去尝试购买鱿鱼 后果真的不堪设想了 好了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屏幕前的小伙伴 有没有务实鱿鱼的情况呢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互动 我们下期再见